大家好,欢迎来到云端漫游 今天这期我们来聊聊Chrome浏览器 我们都知道,Chrome浏览器它能做的事情远不止浏览网页那么简单 其实,它的魔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那些不起眼的插件 今天,我想分享一些我日常使用却不为人知的Chrome插件 它们虽然不张扬,但却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上网体验 如果你也好奇我用了哪些插件,让我的网络生活更流畅 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让我们一探究竟 这些小工具如何在幕后默默地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首先打开我的博客 首先打开我的博客 其实安装的插件非常多 但是我今天会优先给大家介绍五个 我觉得在我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发挥的作用最大的五个 其他后续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慢慢再介绍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油猴插件 谷歌的应用商店叫它畅改猴 英文是TemperMonkey 如其说它是一个插件 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插件平台 因为它是在里面又可以类嵌了很多不同的插件 我没有统计过数量,但是它里面插件的丰富程度 都不会差,并且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福利 这个Sneedy Fork它在TemperMonkey的官网上是没有链接的 所以要从特殊的渠道进去 进来之后,如果我们按安装树来排序 大家会看到老司机应该都懂这些网站是干什么的 里面的内容我就在这里不方便演示了 大家有兴趣自己可以去摸索 基本上你可以想到的一些 这些私密的站点它都可以有 然后第二个用户脚本是 TemperMonkey它是在TemperMonkey的官网上是直接有链接的 这里面有非常多网友开发的一些插件 而且都非常的实用 像这种网盘的直链下载 我文本选中复制这些解除B站的区域限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上面搜索 然后游猴的使用也很简单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安装游猴插件 点击右上角的扩展程序图标 然后选择管理扩展程序 这边有Chrome的应用商店 当然你也可以从各扭短圈里面去搜索 Chrome应用商店进入 现在之后可以在右上角去搜索TemperMonkey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点击添加到Chrome 安装完之后 它就会在你的扩展列表里面有一个创改号 点击进去的话 可以进到它的控制面板 这里面就是你安装的用户脚本 你可以在这个控制面板里面选择启用或者停用某一个脚本 除了在刚才的用户脚本的网站里面去找需要的脚本之外 你还可以自己在TemperMonkey里面去创建脚本 当然创建脚本也不用自己去写 你可以告诉ChartGPT你需要实现什么样的插件功能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代码 你再按照它的说明把代码一步一步的添加到这个控制面板里面来 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有同学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插件 这个是YouTube的双语字幕 我先来演示一下 这是Mr.Beat最热门的影片 我们的英语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想要切到中文 你可以选择这个设置按钮 然后选择语言 在这里选择中文 我们再播放 再播放字幕就会变成中文 但又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切回英文去看 这样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来会切 就会比较麻烦 配合上这个双语插件之后 你就可以实现同时有中英文的一个效果 我先打开这个插件 刷新一下页面 把语言切成英文 你看这样效果就出来了 中英文会同时显示在视频上面 这样你读起来就会非常方便 这个插件可以也直接在Chrome的应用商店里面去搜索字幕 或者Dual Subtitle就可以了 搜到的第一个YouTube双字幕就是的 好这是第二个插件 第三个插件 图片批量下载 这个插件非常有用 比方说假设我们有一些图片需要保存 如果没有插件的时候你需要一张一张的去存储 如果图片只有两三张三四张可能也还好 但是如果图片有几十张甚至上百张 你一张一张的存储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插件 点击扩展程序 图片注射 提取本页图片 打开之后它就会解析这个页面里面的所有的图片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一些筛选 比方说我们希望图片的分辨率要大于180x320 那就可以筛下来这些图片 筛选完成之后选择全选 再选择下载选状 然后设置保存的路径和文件名 点击继续下载 然后下载完成之后打开文件夹的路径 好这就是第三个插件 第三个插件安装跟前面一样 只需要在Chrome应用商店里搜索图片注射 或者Image Assistant就可以找到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插件 第四个插件是浏览器历史 Chrome浏览器本身带有历史功能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 就可以进到Chrome浏览器自带的历史功能 但是这个历史功能使用非常有限 它只能一直按着这个列表往下拉 并且你想要找某一笔记录的话会非常的不方便 如果用上这个BetterHistory这个插件之后 就会好很多 带大家来看一下 打开这个插件 BetterHistory 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Chrome的历史记录 就会看到这个历史记录就会组织成 可以按照日期去选择某一天的记录 某一天你们也可以按照时间来选择你要的记录 或者说是直接在这里去搜索 然后如果是要在不同的设备之间的记录的话 也可以选择device这个标签 可以切换不同的device不同的设备 好这是第四个插件 这个插件在Chrome的应用商店里搜索BetterHistory就可以了 第五个去广告 去广告的插件我推荐ADblockplus 这个插件在Chrome应用商店里面直接搜索ADblock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插件的效果 这是追踪巴菲特的十股的页面 这里面有一些像上面这些 这个就是广告 包含像csdn上面 旁边也都是有广告的 这些像这些东西都是这些都是广告 甚至有一些网易上的广告就更多了 这里有广告条 然后右边也都是广告 然后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去广告插件 刷新一下页面 就看到广告都没有了 这个页面也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右侧瞬间清爽了 包含网易的页面 刷新一下 好所有这些广告都被干掉了 基本上这个插件安装完之后我们保存默认的设定就好了 但是这个插件还有很强大的客制化的功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点击插件右上角的设置 高级 里面它有一个过滤的列表 它默认的话是这两个过滤列表 大家有兴趣研究这些过滤的功能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好 这就是今天的五个重量级的插件 也是我平常使用频率最高的插件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偶尔也会用到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 你觉得有比较好用的插件 或者提出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观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分享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再见